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金扫描,我是金燃,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啊 注意我们每周四期节目的网络首播时间已经更改了 请继续支持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转发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8月24日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这已经是乌克兰当年为纪念从苏联脱离的第33个独立日了 但对今天的乌克兰来说啊,这一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纪念日了 而是正在经历浴血奋战再次夺回国家完整主权和独立的日子 谁能想到啊,一个只有4000万的国家要面对世界国土面积第一 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军队的进攻 就像是一个瘦小的拳击手 对抗身高体重都是自己三倍不止的巨无霸 经历了两年多啊 一个个回合的奋战 不但没有被击倒 如今居然开始反击 还打的对手节节后退 8月24号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独立日 发表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影片 这个影片呢是在俄乌边境的苏美战区拍摄的 而泽连斯基的背后就是乌克兰军队 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的方向 怎么活着 在哪里走着 在哪里走着 这些选择要是只有乌克兰 和乌克兰 因为这样的状态 因为这样子运动 在哪里看 乌克兰在哪里看 乌克兰在哪里看 所以在哪里看 在哪里看 在国际上的媒体里看 看来看 如今的地区人 他们叫民众 在哪里看 如今的地区人 就像 их солдаты как Free Yokohan так выглядит Putin's Russia в очах всього мира и так само весь свет бачить как наши воины дают местным людям воду, ежу, лекарства а те говорят, добре что теперь вы тут, а не кадировцы так выглядит гидность Україны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сть, честность наш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泽连斯基发表讲话之后 放映了一部乌克兰战前和被侵略之后相对照的影片 给观众带来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感受到战争带给乌克兰人的是什么 在俄乌战争进入 关键大反攻阶段遇到乌克兰的独立日 肯定这时候是一个世界各国表态站位的时刻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送来住院 并且说了一句会让乌克兰人很感动的话 他是这么说的 欧洲将永远站在乌克兰这边 因为乌克兰就是欧洲 而乌克兰的邻居波兰总统杜达是亲父基辅 让外界看到两国不同一般的亲近关系 而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特别发文 是严谨一概 是这么写的 1991年的8月24号 乌克兰独立 2024年的8月24号 乌克兰在为继续保持自由而战 不过让外界没有预料到的是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24号当天毫无征兆的突然到访基辅 头顶着一头金色乱发的约翰逊和泽连斯基 走在街头被全副武装的战士护卫的这个样子 也算是独立日独一无二的场景了 而真正让我吃了一惊的 是当初帮助俄罗斯攻打基辅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居然也向乌克兰祝贺独立日了 只是这祝贺词话里话外 像是在给自己找台阶道歉 是这么写的 我相信今天的矛盾 不会破坏两国人民之间数百年的 真诚木林友好关系的基础 白俄罗斯将继续支持维护和谐 在各个层面与乌克兰发展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关系 并且他希望乌克兰拥有和平的天空 宽容勇气和力量 并成功的重建体面的生活 我觉得卢卡申科一定是去过中国的长城的 不然这脸皮比城墙稍微薄一点都说不出 这么深情义切的问候 就差直接说 让我们携手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了 既然卢卡申科前两天已经表示要退位了 那他这一身能耐可别浪费了 我是觉得他可以直接去中国当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 可以和华春莹PK一下啊 话说回来 泽连斯基在独立日的公众演讲中啊 刨除了那些鼓舞士气的场面化之外 真正让我关注的是他的一句话 我想所有军迷都会注意到这句话 是这么说的 不久乌克兰很快将能攻击俄罗斯的任何地区 我发现啊 泽连斯基最近已经养成了一个新习惯 那就是什么呢 做了再说 因为啊 在泽连斯基说这句话的同时 他话里面所指的那个能打击俄罗斯任何部分的武器 已经出现 而且完成了他的第一次打击 他就是乌克兰最新制造的火箭无人机 成功了 他这名的研究 他解敗 我向前提醒大家,西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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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款横空出世的新型无人机是刚刚面试 所以我发现各国都还没有对应的翻译 但是模仿泽连斯基的乌克兰语发音应该叫做巴拉尼奇 中文发音应该是叫巴拉尼奇 大家注意这个必将会成名名声大噪的无人机 它已经袭击了俄罗斯的沃罗涅日州的一个俄军弹药库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当地政府是一如既往的宣布 击落了全部的无人机 仅有个别的碎片引起了有限的灾害 不管湿市风云如何变坏 人最重要的还是先要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去应对 向您推荐一款高品质的不洋品 普瑞唐的正宗玄宝黑身 比普通的人身更胜一筹 原料是采用韩国优质的六年根高粒身 采用的是百年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 纯手工制造 对于抗癌降血脂提高免疫力 记忆力改善睡眠都有特殊的功效 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每日喝两袋直接口服就行了 注意不要跟茶一起喝 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就可以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最近他们还有特殊的送礼 每购买500美元 就送玄宝黑身圆身一根 另外普瑞唐还有另一款非常独特的 价格适中的不洋品 叫做普瑞唐植物鱼油 极具特色也一并推荐给您 从乌克兰军队攻入俄罗斯本土到现在 已经进入19天了 我们知道乌军已经攻入了俄罗斯的三个州 而且乌军的大批部队正蜂拥而入 那么到底乌克兰有多少军队正在俄罗斯战场上呢 据报道能够看到的乌军部队已经有20多个番号 这其中有11个整装的战斗旅 外加好几个侦察营 甚至包括乌军多达5支的特种兵部队 总兵力超过了3万人 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 泽连斯基授予了指挥攻入俄罗斯战役的乌军总司令 斯尔斯基四星大将军的军衔 斯尔斯基是成为了乌军中唯一的四星大将 而俄罗斯方面也出现了大范围的异动 俄军从两周前当乌克兰军队攻入本土的时候 在乌克兰战场仍然是按兵不动的策略 如今被发现出现了大量回撤的现象 在乌克兰卡尔科夫前线的俄军 开始长途跋涉的回撤 调回到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 而一段视频显示 包括在克里米亚的驻守俄军 居然也在大规模的回撤 前往库尔斯克方向 看来普京已经意识到了 如果让乌军在俄罗斯本土进一步突进的话 可能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权限崩溃的后果 因此上不但开始从乌克兰各个战场调兵 为了堵住乌克兰人的进攻势头 更是在库尔斯克州的周边大修防御攻势 从这张卫星照片上您可以看得很清楚 俄军挖掘出的纵横交错的这种战壕 注意看 8月23号 俄国国防部对外表示说 中共陆军司令李乔明上将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 李乔明上将在与俄罗斯的陆军总司令会谈之后呢 他们达成了一致 说俄中两国的陆军将加强合作 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是抢在了头一天就表示说 中共的陆军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讨论军事合作的事宜 在乌克兰军队已经攻入俄罗斯两周之后 双方军队讨论军事合作 难怪有网友笑称说双方都不演了 终于要下水了 而就在此时呢 网络上出现了一段 不知是在俄罗斯城市的哪里拍摄的视频 其中有成批的听中文的口令 战对裂的中国军人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啊 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也会很拿手 难道这就是久违了的志愿军又出征了吗 最近有中国媒体报道 证实了两名中国男子叫刘洁和刘洪伟 这两人他们在六月初抵达俄国参加俄国的雇佣军 在接受了一个月多一点的基础军训之后呢 就被送上了乌克兰战场 上阵之前啊 这两个人完全不知道作战任务是什么 等上到前线才知道是要加入进攻突击队的 其结果是什么 这两个人到乌克兰前线 只有一天就丢了性命 被媒体啊称为是一日炮灰 另一名中国共用兵呢 在社交媒体上透露说 莫斯科先锋营啊 一起同吃同住的同胞啊 就是中所谓中国同胞 已经走了四位了 他不禁感叹 说也许啊 快轮到他自己了 好了 这次的时事金扫描 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我们需要您的支持啊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支持我们 您的点赞留言 并且转发推荐 都是在支持我们 如果愿意在资金上 直接支持我们 就更加感谢了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节目时间 再会了